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吧 抛男 第五季已经在六月底化下据点 官方频道7日释出精华影片 除了有Angela Bibi与迪丽热巴谈到 彼此见面的第一印象 之前全体出席女星袁珊珊的生日聚会 被传排击新成员 对此 热巴也亲自还原当时的真相了 迪丽热巴在访问中被问道 当时为何没有参加袁珊珊的庆生会 解释因为有剧组的拍摄 工作 原本问工作人员是否能请半天假 但最后只能在成员的目送下提早离开 现在想起来还是觉得好气 做事做出翻桌的动作 对此 陈鹤也出面表示 成员不合的传闻时有所闻 但是大家经常要聚在一起录制节目 如果关系不好 怎么录 怎么可能呢 她再次郑重澄清 每个人的感情都很好 网络上经常传出拍照谁不在现场 这时候就很搞事情 我觉得 彻底驳斥了长久以来的谣言 另外 迪丽热巴谈到对Angela Baby的第一印象 当时对方刚回归节目 就送上一个大拥抱 Baby姐拥抱我拥抱得特别紧 特别温暖 特别舒服 无论是录制过程 或是私底下 对方都待她如亲妹妹 经常给我夹肉吃 无微不至的照护是台面上常看不到的 此外 Angela Baby也难得提到对热巴的第一印象 她坦然因为以前没碰过面的关系 一开始见面的确很不熟 但路门一整齐后 自然而然的就熟了 萧迪给我的感觉 其实更像一个妹妹的感觉 从来就没有不合过日粉丝 传宋慧乔接受宋仲基求婚时 哭了南韩媒体报道 一名日本粉丝在个人推特上表示 听说宋慧乔在接受宋仲基的求婚时哭了 南韩日刊体育今天报道 昵称为有力的推特用户 无日写下主结婚快乐的文字 并上传了送送情侣的照片 这名日本粉丝写道 其实去年冬天的时候 听我在S8打工的朋友说 宋慧乔和宋仲基以及工作人员 曾来到他们店里举办庆祝活动 听说宋慧乔在接受宋仲基的求婚时哭了 所以我一直等待他们公布结婚的喜讯 接着他还表示 虽然我不确定当天宋仲基是否求了婚 但可以确定的是他们一定举办了庆祝活动 另外南韩一家媒体在今年1月公开了宋慧乔和宋仲基 在东京约会的照片 秉承宋仲基当天在东京吐露了真心 宋慧乔和宋仲基5日宣布将于10月31日举行婚礼 成日拍作托问错对象 邓翠文自爆拍金之二景幻惊恐正 邓翠文多年来都是饰演强悍角色 给观众的感觉 他也是很应景的人 最近文女在港出席慈善活动 除了聆听生命永世经历外 她也被邀上台分享 自己怎样走过顺利景 文女先由童年开始说起 因父母离异 她自小就跟祖父母住 细细个就要做好多家务 小时候不开心 加上天生性格使然 她自爆曾有过慢性自杀的行为 她说虽不敢自杀 但经常夜途跳舞玩到天来麻醉 自己都是慢性自杀的行为 因为她不开心 所以想脱离现实世界 文女即将回朝无限拍剧 文女因为自小缺失父母的爱 以为拍拖可以取代 但却分不清是否真爱 搞到成日拍错拖 问错对象 甩了拖又好快问下一个 久而久之连自己都讨厌自己这样 然后作为基督徒的她 在人生最低潮时返回基督身边 急盼很多书帮自己成长 并觉得做一工帮到自己 发现不一 定拍拖才甜不爱的缺失 由于文女给人硬镜感觉 她不能诉苦 更加给自己重担和包袱 她说在拍金之欲孽二时 其惊恐程度是不敢望对手 因为怕被望穿她内里空白 望记对白 这是情绪出现问题 信她察觉即使并靠信仰去掉效心情 才没跌入惊恐症 为了自救 她当时僵尸后 十里派等都放下 只在乎健康 别人怎看她都不理 陆寒身肖半裸派福利 健身三日胸腹肌都跑出来 陆寒一向瘦弱 在镜头前拨衫都不好意思 今次可谓脱胎换骨 一向清静白净娃娃脸的一桌前中国籍成员陆寒 沈肖于社交平台派福利 贴出裸露半身健康肤色晒机照 留言 为了拳击开始健身 今天是第三天 继续努力 咔咔的 据悉 陆寒为了拍戏积极健身 原本瘦弱的她 甚少在镜头前脱衣服 今次练了三日 胸肌同腹肌都出来了 比 起一众暴击难可能只是雏形 但对比以前她的波山照 九知实在厉害 粉丝都为她打去加油 成日拍作托问错对象 邓翠文自爆拍金之二景换惊恐症 邓翠文多年来都是饰演强悍角色 给观众的感觉 她也是很应景的人 最近文女在港出席慈善活动 除了聆听生命永世经历外 她也被邀上台分享 自己怎样走过顺利景 文女先由童年开始说起 因父母离异 她自小就跟祖父母住 细细个就要做好多家务 小时候不开心 加上天生性格使然 她自爆曾有过慢性自杀的行为 她说虽不敢自杀 但经常夜途跳舞玩到天来麻醉自己 都是慢性自杀的行为 因为她不开心 所以想脱离现实世界 文女即将回朝无限拍剧 文女因为自小缺失父母的爱 以为拍拖可以取代 但却分不清是否真爱 搞到成日拍错拖问错对象 甩了拖又好快问下一个 久而久之连自己都讨厌自己这样 然后作为基督徒的她 在人生最低潮时返回基督身边 急探很多数帮自己成长 并觉得做一工帮到自己 发现不一 定拍拖才甜不爱的缺失 由于文女给人应景感觉 她不能诉苦 更加给自己重担和包袱 她说在拍金之欲念二时 其惊恐程度是不敢忘对手 因为怕被忘穿她内里空白 忘记对白 这是情绪出现问题 信她察觉及时并靠信仰去掉效心情 才没跌入惊恐症 为了自救 她当时僵尸后 十里派等都放下 只在乎健康 别人怎看她都不理